要健康 要真實 要理財 要學習 要Fashion 我要你很好 Hello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聽今天的我要你很好 那今天要帶來的呢 是跟理財相關的資訊 理財呢 其實是我們非常需要 而且必備的知識喔 常常呢 聽到有人說 他自己身為月光族 每個月領多少就花多少 那雖然呢 即時行了 也算是一種生活態度啦 不能說他錯 可是如果我們可以達到 吃喝玩樂有做到 然後呢 也不忘兼具理財的部分 好好的為以後來做準備 其實呢 是一件更棒的事情 尤其在邁入中老年之後 漸漸的可能退休了 會減少收入的來源嘛 那之前存的老本就非常的重要啦 那今天我們首先呢 要跟大家談的是年金的問題 國民年金 老人年金 你是不是也跟Miko一樣就覺得 唉 到底是怎樣傻傻分不清楚 那其實呢 今天之前你可以分不清楚 沒有關係 但是今天一定要弄懂喔 因為這個是跟我們切身相關的事情啦 不要再置身事外了 那我們今天節目上面邀請到的是 台南市社會局社會救助科的黃都島 以及國民年金服務員年小姐 來到我們節目上跟我們細聊這個部分的話題 歡迎 Miko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Miko好 各位聽眾們大家好 我是黃都島 剛剛我在跟年小姐 還有黃都島 就是稍微小聊一下之後才發現呢 原來老人年金 他其實是涵蓋在國民年金裡面的其中一塊耶 以前我都以為他們好像是 兩個不一樣的分開的 就可能聽到新聞啊 報章子啊 就在講啊 就是也沒有說很深的概念這樣子 真的是該長嘴了我 都沒有幫爸爸媽媽還有自己好好的了解這個部分 那還好呢 我們今天專業的就在這邊 能不能先跟我們解釋一下 國民年金和老人年金他們之間的關係呀 國民年金跟老年年金的部分嘛 對對對 其實這部分啊 就是要先澄清一下 那以前我們所謂的老年年金 他指的是進老津貼的部分 那進老津貼他就是說 我們到65歲的時候 就可以領一筆3000多塊的一筆給付這樣子 可是自從啊 國民年金開辦之後 就是97年10月1號 國民年金開辦之後呢 他這個進老津貼的部分 他就是已經併入國民年金裡面 他就是以國民年金的 基本保證年金的部分 繼續發發這樣子 所以其實以前真的是算分開的 但後來就是併進去了 那國民年金提供我們民眾朋友 哪些保障呢 國民年金啊 其實提供 我們有五個大方向的保障 那這些保障其實也是涵蓋說 我們一生啊 可能面臨的各種狀況 那他也是會有顧及到我們的家人的部分喔 那我們簡單的從生老病死 這個部分來跟大家談 好 首先啊 在生的部分 國民年金他有生育給付 那生育給付的部分 他就是說我們女性的被保險人 那他在家保期間分娩或早產的話 他就可以領取兩個月的投保金了 那目前的話 如果生育的部分可以領到 三萬六千五百六十四元 這是生的部分 好 那再來就是老的部分喔 老的部分指的就是說 我們國民年金的被保險人啊 我們曾經參加國保 那六十五歲的時候 就可以領取一筆老年年金 再來 剛講到病嘛 病的部分就是指說身心障礙年金 那就是被保人啊 我們在家保期間 那如果說我們發生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礙 那也評估沒有工作能力的話 就可以領取一筆身心障礙年金 嘿 最後在死的部分喔 國民年金提供的保障有 傷障給付跟遺暑年金 那傷障給付指的就是說 我們被保人 我們在家保期間 還沒滿六十五歲死亡 那我們就是由支出殡葬費用的人 可以領取五個月的投保金了 那目前投保金的算下來 就是大概是可以領取九萬一千四百一十塊 那最後部分就是講到說 還有一個遺暑年金 對 遺暑年金呢 就是指說我們被保人啊 我們在家保或者是領取年金的時候死亡 那就可以有符合條件的遺暑年金 去領取這筆遺暑年金 所以其實國民年金提供的保障 是很廣的 全方位的 對 那也是有五個 剛講到有生育給付 老年年金 那身心障礙年金 遺暑年金跟傷障給付 有五個方向 等於我們人生的生老病死階段 都幫我們照顧到了 那哪些人才有這個資格 去申請國民年金呢 好 其實國民年金啊 它的納保資格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年滿二十五歲到六十五歲 的這段期間 那我們沒有加入任何的社會保險 那就是國民年金的被保對象 那所謂的社會保險簡單講 就是指說我們沒有加入勞保 公保 軍保 然後什麼農保 漁保 就是任何保險我們都沒有加的時候 那我們就是會是我們國保的對象 那常見的納保的人 有可能是我們二十五歲以上的學生 我們可能還在讀碩博士啊 那或者是說我們一般的家庭主婦 那待業者 那還有說我們可能住在海外 可是我們國內還有戶籍的人 好 那最後還有兩個部分 好 就是我們的受刑人跟替代役 以上這些都有可能是我們國民年金的納保對象 嗯 而且其實國民年金啊 它是自動納保的 哦 所以不用主動去申請 沒錯 勞保局啊就會依照你的資格 主動幫你納保或退保 所以被保險人不用自己去申請 那他會收到什麼樣的通知嗎 他會 如果說是國民年金的對象 就會收到勞保局寄來的那個國民年金的繳費單 嗯 就直接寄來 那會不會一開始有點一頭霧水 不曉得那是什麼東西 哦 有可能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可是我們國民那個繳費單上面就會有 很清楚的條例 對對對 會有相關的資訊這樣子 哦 那這個國民年金的話 我們呃 呃 呃 這樣算被保人 嗯 被保險人 他一個月要負擔多少的費用 哦 這個部分啊 其實呃 政府齁 已經有補助了哦 因為其實原本國民年金的費用啊 他的投保金額以現在來講齁 是一萬八千兩百二 一八二八二 一萬八千兩百八十二塊 齁 乘以八趴 所以其實我們原本一個月是要繳 一千四百六十三元 嗯 可是這部分其實政府已經補助我們四成 所以我們被保人目前啊齁 就是我們一個月是繳八百七十八塊錢 嗯 對 然後他是兩個月會計發一次 那個繳款單給你這樣子 那繳多久一個期限啊 嗯 呃 它是這樣子的 嗯 呃 它是兩個月為一期 然後單月底會計發 那雙月底繳納 好 我舉例來說 我們可能是今年啊一七月齁 我們會收到單子 但是七月單子是五六月份的帳單 那我們的期限就是在八月底齁 雙月底 好 八月三十一號之前做繳納 哦 那國民年金的這個繳納 是要繳多久呢 是呃 比方說十年還是二十年 還是繳到一個年紀就可以停止 或者是繳到一個額度 就是怎麼樣的去分辨 它到底是要繳多久一個期間 哦 就是說到六十五歲這樣子 哦 從它開始保 一直繳到六十五歲這樣子 那如果說這當中 它可能 呃 就是加入了勞保 這樣子國民年金的資格 就會直接被取消嗎 對 它就會中斷 中斷 對 但是它之前的權益還是有在 對 一直都在 哦 就是計算的部分 可能要再花一點時間 去做一個處理 呃 計算的部分是指說 比如說像老年年金的部分對不對 你之前曾經是我們國寶的對象 嗯 那你六十五歲的時候呢 你就會依你的年資 你國寶曾經有的年資 去計算你的老年年金的給付的金額 嗯 那剛剛講到國民年金的繳納 它除了 就是它 呃 您剛剛說 它會寄這個繳費通知到家裡來 那民眾可以用哪些方法去做一個繳費的動作 嗯 其實國民年金的繳費方式 我們簡單來分分為四種 嗯 那第一種我們可以就是銀行 或是郵局的轉帳 嗯 或者是說 呃 銀行郵局 我們可以去零貴 親自做繳納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可以辦理網路銀行或ATM的部分 那最後的部分齁 其實我們便利商店都可以去做個繳納這樣子 可是便利商店就是有手續費 小小手續費 嗯 就是拿著這一張單子 其實很簡單跟我們一般什麼電話費啊 水電費 繳納方法差不多嘛 也不會太困難 對 那講到老人年金的話 是符合什麼樣的條件 才可以把這個老人年金的部分請領出來 呃 只要齁 曾經繳過我們國民年金的保費 只要你曾經繳過 那不管你年資多久 那也不管說你65歲的時候 我的身份是老保或是國保 都可以一併去向老保局這邊 請領我們的老年年金 國民年金的老年年金的部分 哦 那請領的方式呢 呃 請領方式嗎 以老年年金來講齁 就是老保局啊 他會在你滿65歲的前一個月月底 那會主動激發通知單 跟那個老年給付的申請書 嗯 那就是填妥 就是上面的申請書啊 還有一些可能會要你 連一些金融機構的存折封面 好 填妥完這些資料之後 就是看你是要 就是可以寄去老保局的業務處 或者是說 呃 就是親自送到 老保局各個縣市的那個辦事處 哦 所以我們單位也是會主動的 激發通知的信函 呃 老保局這邊會主動激發 嗯嗯嗯嗯嗯嗯 好的 那如果說我們要請領老年金的話 他會跟其他的社會福利有衝突的關係嗎 呃 以國民年金來講的話齁 嗯嗯 其實還是 呃 因為我們國民年金老年金的給付 有兩種算法 呃 有A式跟B式 嗯 那會影響到這兩個算法 有可能齁 就是說呃 我們如果有領取其他的社會福利津貼 的話 嗯 就可能會有影響 可能就是從 我們可能就是原本 因為有領社會福利津貼 我們可能就是領B式的部分 嗯 所以說如果有繳過國民年金 都可以享受這個權益 那如果持續一直有在繳的話 65歲之後就可以停止了 那所謂A式和B式 他兩種算法嘛 它的差別是什麼啊 我們計算方式就是說 呃 像A式啦齁 我們就是用月頭保金呢 乘以我們的年資 哦 那再乘以0.65% 嗯嗯 那再加上3628 嗯 這是A式 嗯 那B式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直接用月頭保金 成員我們的年資 那再成員1.3% 嗯 對 所以依照每個人 他們的一些狀況不一樣 他們可能適合不同的方法 對 嗯 就是老保局會依照我們的狀況 那也是折優齁 以最 以對我們民眾最有利的方式 嗯 去發起這個老年年金的部分 那民眾他需要自己去算嗎 因為可能有些民眾 對於這個部分比較不了解 他可能會覺得說 自己還要去算這個東西 其實會有一點點小麻煩 那我們單位是不是也會幫忙 就是民眾就是評估說這兩種方法 哪一種對你比較有利 然後呢再幫你做一個就是計算的部分 關於這個給付的計算方式 老保局的網站上面它有那個自動那個公式 大家可以再上去網站那邊 老保局 老保局的部分去做試算 或者是說可能在詢問老保局這邊 給付的方面這樣子 OK 所以呢 Miko在幫大家做一個貼心的小整理 自以為的貼心小整理 好啦 那A式的話呢就是月投保金額乘以年資 然後再乘以0.65%加3628 B式的話呢就是月投保金額乘以年資 再乘以1.3% 其實真的有一點點小小的複雜啦 不過呢 聽眾朋友如果聽到這個公式 其實也不用覺得很恐怖很複雜 剛剛我們年小姐也有說啊 我們老保局的網站有自動的公式 可以幫大家做一個計算 那非常的方便 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利用這個部分的服務 而且呢 Miko去看了一下 老保局的網站它很方便喔 不管你保的是不是國民年金 還是其他的老保啊 什麼其他的公保等等之類的 它有各種試算的功能啦 比方說剛剛的生育給付 或者是遺數年金的給付 殘障給付 或是老人年金的部分等等的 它都有提供一個試算的功能喔 所以我們不用自己傻傻的拿紙拿筆 跟計算機去算 算是一個非常便明的貼心服務 好的 那我們也謝謝年小姐 在我們這一段專訪當中的分享 其實大家應該對於國民年金 都有一定的這個基本觀念了 至少呢 知道要怎麼分辨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屬性 還有它的服務範疇 到底有哪些 那我們下一段節目呢 繼續回來喔 你不要來 我們來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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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走了